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最牛的人 其实非常有幸的是 当我还是一个新人演员的时候 和这位艺术家合作过 当时我的戏份很少 这位艺术家的戏份其实也没有很多 但是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非常用心钻研他自己的角色 一点一滴 我都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 真的是为我们的新人 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让我们肃然起敬 是的 那他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 又是一位怎样最牛的人呢 让我们请出推荐人陈坤 大家好 我是陈坤 有点紧张 关于表演有一句经典的话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角色不分大小 范围不分高低 有的人演了很多的主角 但可能还只是个小演员 但有的人演了一辈子配角 却用精湛的演技和完美的艺德 征服观众 成为观众心目中货争价实的大演员 接下来我们提到了这位演员 这位艺术家 今年已经84岁了 他常常说自己是小演员 因为他说他个子小 因为他演的都是小人物 他还自嘲说 自己小时候演流量儿 年轻的时候演小战士 到老了还要演小老头 一生都跟这个小子离不开 可他真的小吗 不 他在我心目中是真正的大演员 三九天的两丈深水池 老人家说跳就跳 零下十几度的冰天雪地 光着脚站在大雨里 老人家说干就干 从驴壁上摔下来 断了两根肋骨 硬是让人用担架抬到现场 把余下三天的戏全部拍完 因为在他心里 有着对表演最虔诚的尊重 去年他以83岁的高龄加入党 实现了一生夙愿 人们对他肃然起敬 因为这才是大演员的大情怀 感谢他一生的坚持 他的精神是我们年轻一辈 需要时刻谨记和学习的 让我们带着自己最初的梦想 踏踏实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接下来邀请所有的朋友 献出你们最真诚的掌声 给这位老师 他就是刘奔老师 欢迎今年84岁高龄的 刘奔老师 现在我们请陈坤 把充满敬意的品质之果 交到刘奔老师的手中 这是年轻演员们集体为牛本老师 送上的一份敬意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去年牛本老师已83岁的高龄 入党了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地给牛本老师写信 勉励牛本老师继续在 从一座人上做表率 带动更多的文艺工作者 做有信仰 有情怀 有担当的人 今天呢 我想代表这么多年轻一辈 问您一个问题 您一辈子演了这么多的小人物 演了很多的配角 其实演主角并不多 您会觉得遗憾吗 没有遗憾 我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说 小演员就是有 因为我在电影场里头 工作了这么多年 从来人家没说我是大演员 因为我长得小 我从来不跟那些个长得高的人判比 所以我总是小演员 演小角色 这就是谦虚的牛本老师 非常感谢 虽然不是一个真苹果 但是我会天天看着 因为它不会烂的 谢谢你们给我的这份光荣 我将永远把它保存起来 谢谢 那陈坤作为年轻人代表 今天有什么话要送给牛本老师吗 我哪有什么资格说 我只能说我要向牛本老师学习 我会努力地好好演戏 这是年轻演员的一番心声 我们在这里呢 也再次把充满敬意的掌声 送给牛本老师 感谢您为我们塑造了这么多 光辉的小人物的角色 谢谢您 再一次感谢牛本老师 感谢陈坤